这么厉害本尊都请来了 想赢这一局 看来我们要用杀手锏了 今天的丽花皇宫 星光璀璨 彩蝶纷飞 王牌舞台 将重现她二十年前的灿烂繁华 四位爱唱歌的女生 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中 勇敢追梦 执着追爱的故事 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邓翠文 凭借饰演主人公姚小蝶一绝 更是红遍大江南北 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回忆 你你你为了爱情 感笑不冷静 你你你为了爱情 孤单的汉丝 你你你为了爱情 得不到呼应情 共爱那样 去追究自由 统统 跑出脑后 你你你为了爱情 感笑不冷静 你你你为了爱情 孤单的汉丝 你你你为了爱情 得不到呼应情 共爱那样 去追究自由 统统 跑出脑后 你你你为了爱情 感笑不冷静 你你你为了爱情 孤单的汉丝 你你你为了爱情 得不到呼应情 共爱那样 去追究自由 统统 来 云 小蝶 你去了美国一去二十年 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知不知道 我们都快等死你了 嗯 是啊 一会儿就二十年了 哎 但是呢 这个丽花皇宫 一点都没有改变了 哦 所有发生的事情就好像 昨天一样 哎 对了 你这次是一个人回来的吗 是啊 我是一个人回来啊 有一个人知道你要回来啊 心里好紧张啊 你看 你看 原来好帅哦 这个没像的 如潮水半空涌 若是情未冬 请跟我 哼着悠悠的石石风 于今晚 悠悠的 不想我入梦中 若是情未冬 始终相信 我留于春天 有个月不已 I have a day We'll spray 苗小蝶 其实我知道 我和春天有约会 在你们心里面 有很多的感动 有吗 有 现在其实我有点紧张 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你们的梦 我希望每一个你们都永远有几个梦在心里面 加油啊 加油 你们也要加油啊 加油 我们都加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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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其实是一部特别经典的作品 就是记忆在很多人的青春岁月当中 我不知道崔文姐今天再次演绎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部经典的作品 在这一刻有没有让你回忆起当初在拍摄时候的一些场景 其实在香港拍的时候呢 我是不知道 那个戏会 对有一代人 小孩或者是年轻人那么多的梦想 是 并且影响了很多人 在生活 在工作当中 对于人生的一些看法和态度 比如说对张婷 因为她之前小时候家庭状况也不好 但就是因为看了您的这部作品 她通过这样一个小蝶的角色不断地告诉自己 我应该怎么去做 我应该尽早地来背负起家庭这样的一个重担 所以她很早就开始出去打拼 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努力地赚钱 然后把钱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养这个家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吗 我爸爸妈妈是做路边摊的 卖路边摊的 所以每天都要出去沿街叫卖 那有时候卖得太晚 因为我们太小了 可能就躺在路边睡觉 别人就会觉得我是乞丐 我刚刚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我从小到大梦想就是 因为从小我们家里有五个女儿 然后我们一起住在一间就像这么大的房间里面 然后我们七口人躺在同一张床上 我就 我就 我的梦想就是 我想赚大钱 让我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间房间 童的地方 你都会这样 抑制 尊重务 你很棒 通过努力他做到了 事实证明一部好的作品 一个好的演员用新的演绎 他可以在很多人心中中种下一份力量 让我们永远用这样的一种温暖告诉自己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谢谢这段经典的演绎 谢谢